自23年PAW3395捷径以来 国产鼠标外设厂家才算是真正马力开足卷了起来 各家高配低价的鼠标层出不穷 高端电竞鼠标市场也再也不是之前逻辑了一世 两家独大的样子了 搭载PAW3395传感器的小米鼠标X1 却在24年快要年底的时候才姗姗来迟 那售价299元的X1表现究竟如何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首先包装上体积非常小巧 里面除了鼠标本体之外 不带一个接收器一个转接器一条散生数据线 这个线的质感很像毒魁附赠的那一条 没有附带定制的防滑贴 有防滑贴需求的同学需要注意一下 毕竟新品入局 第三方定制的防滑贴不知道还要等多久了 先靠外观小米X1整体的三维尺寸如下 整机重量65克左右不算太重 但在目前卷上天的市场上并不出彩 好在重量分布均匀没有头重脚筋的感觉 整体模具对称属于前低后翘高倍顶手的模具设计 整体上算是一个偏中大手型的鼠标 建议手长18厘米以上的玩家使用 按照使用习惯来看 这个模具最适合抓握玩家 其次是POWER玩家 植物玩家的体验就没有前两者那么的舒服了 高倍顶手下掌心支撑饱满 再上两侧微瘦的侧裙 台鼠滑鼠的手感还是非常不错的 侧裙和后盖的两侧 隐约也可以看到两条合模线 鼠标的表面涂层手感比较细腻 据说是有防指纹工艺的 轻微的焊手也不会特别的沾染指纹 质感上也不会像VR Pro那么磨砂的感觉 在我看来日常使用不滑不沾指纹 就是一个好的涂层表现 基础配置方面 小米XZ把最有亮点的参数都标在了鼠标的顶部 8000Hz原像PW3395的提电传感器 内部搭载有530毫安时的电池 这个容量大小其实还不错 可以保证1000Hz下 110小时4K或者是8KHz下 40小时以上的续航时间 鼠标的按键方面采用TTC电竞微动 按键声音是挺脆的 没有空间层 本轮刻度感适中 手感很像老朋友狗屁玩的感觉 鼠标按键盖 没有出现很多电竞鼠标上常见的荒动问题 稳固紧实 作为小米第一款电竞鼠标 说实话XZ的做工质量 并不比所谓的大厂要来的差 这点确实值得点个赞 做工上唯一让我比较介意的反而不在鼠标上 而是这个接收器以及转接器的设计上 你没看错 不是我没有插紧啊 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上下都留了一截像是没插紧的样子 强迫症看了是真的受不了一点啊 技能表现上 实际的游戏中我抓过使用一玩FPS游戏 模具手感是不错的 信号连接也很稳定 游戏总体的感觉和很多3395的鼠标一样 没啥太大的区别 只不过旗舰3395下的4K和8K离散表现 和我们测试过的一些国产鼠标还是一样的 依然还是会出现断线以及抖动的情况 续航时间还会成倍的减小 日常使用时使用1K 我觉得已经足够使用了 并且更加稳定一些 在X1上 我个人是不建议开启8K或者是4K有玩游戏的 在X1身上 更多的还是一个噱头大于使用的功能 整体测试下来 性能稳定性表现还行 但是距离第一梯队仍然是有不少差距的 最后说一下它的驱动吧 应该是小米自己设计的驱动传序 界面简洁直观 不过DPI最高只能以50为1档调节 支持三个板载介意存储 整体的功能并不复杂 要是之后能出一个网页版的驱动 那就更好了 总结 对于第一次做游戏鼠标的小米来说 在这个几乎卷到头的市场下 它的入场方式并不像传统小米那样 颠覆式或者是拥有让人无法拒绝的性价比 小米X1已经可以说是姗姗来迟了 如果说去年同期推出这款X1鼠标 还可以算得上是可圈可点的话 但是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同价位其他很多家都用上3950了 这边上同价位可选的实在是太多了 我可以为了品牌和售后 选择价格更贵的罗机和雷射 也可以为了更高性价比 或者是更多的模具种类 选择微差异卖层等等 在我看来小米X1是缺少足够竞争力的 并不具备有成为新款爆品的潜质 好在不错的模具手感 以及优秀的做工质感 可以说算是开了一个不错的好头吧 期待一首小米的下一款外设 可以追上甚至是赶超目前的主流水平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 这里是金轮科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